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Angla GI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高级篇的数据交换。 简单介绍Json与页面的数据交换,跨域的项目数据开放。 首先,我来简单介绍数据交换。 Json是一种看起来像JavaSquare不对向的数据交换格式。 事实上,当JavaSquare夹在它时,它确实会被当作一个对象来解析。 Angla GIS也会将所有以Json格式返回JavaSquare对象解析为一个与之对应的Angla GIS对象。 JsonP是一种可以傲过浏览器的安全鞋子,从不同的预请求数据的方法,使用JsonP需要服务端提供必要的支持。 JsonP的原理是通过Square标签发起一个GET请求来取代XHRR的请求。 JsonP生成一个Square标签并插到多米中,然后浏览器会直接向地址属性所指向的地址发起请求。 第一步我们是要设设计数据库。 数据库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前期准备是给大家介绍非关系数据库是讲NOSCO那种数据存储方式,但是由于时间我就简单地在这个关系数据库里面给大家介绍怎样去读取。 首先我们会开放一个数据,Web服务就是WebService,XML,Json,JsonP,Web,API,语言不管是PHP还是JSP,ASP都可以。 只要我们给它开放数据,数据源,首先我们开放数据源以后,得到一个回到一个数据结果是这样子的。 它其实在JS中会全部,只要访问成功有数据返回,它会达到Data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就可以循环出来。 使用安格拉JS,取数据,使用前端框架展示数据。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介绍这个页面了。 我们这个页面,重新加载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循环出来的,我们这个地方要看原代码。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是通过这个权端。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通过APPCtrl,然后去访问它,从这个地方地址栏请求。 这个地方我们在之前都有讲过,视图,view,然后Ctrl这些都有讲过。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讲的是怎样把它展示出来。 我们得到了一个数据源,以后我们会通过安格拉JS去把它接收。 然后我们来通过前端的页面,然后把它把数据打到这个作用域里面去。 然后在前端的时候我们可以循环,接收这个作用域,然后我们NG Repeat,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循环出来,然后展示到页面来。 其实这个原理是很简单的,大家就可以这样子理解。 好,我们来看第三,就是调试数据源是否正确。 因为我们跨域的时候,那些域名,然后我们最好是写到一个配置文件里面去。 最后有个我们就是测试。 第六步,我们就是部署到平板、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上即可使用。 它比桌面程序容易更新,桌面程序必须自带有自动更新的功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有一些程序可以自己在后台偷偷的更新。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之前我做了一个也是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 主要是看最后在手机上面一个效果。 这里就不用讲了,就是设计好数据库。 然后可以通过地址访问接生P的数据,开放数据这个地方也就是讲。 然后注意就是要引用安根拉GIS,然后使用安根拉GIS把数据打出来。 然后使用页面,然后使用前端框架展示这个数据,把NGRepeater的数据展示出来。 主要是这部分代码。 然后你就是,现在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NG是它的类置指令。 这里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讲了。 这些地址都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然后把它, 只要是编程的话,这个地方很容易理解。 大家多看一下代码就可以了解。 主要的这个地方也是安根拉GIS一个模块。 我们是通过http.jsonp,然后获取数据。 然后json的话也是这样子的访问,它只不过是http.json,然后没有jsonp。 访问的方式和读取数据的方式大致一致。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只介绍jsonp的。 好,我们在电脑上浏览器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了。 这样子的,然后在手机上面,我们浏览的是这样子的。 平板上面也就是这样子,只不过是尺寸不一样。 所以说这一节,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从后台把数据暴露出来, 然后再利用安根拉GIS去把数据整合, 然后最后把它打到页面上去,让前段展示。 通过手机的那种空间,可以上下滑动, 然后可以展示我们这个数据。 所以说还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具体的那种把它发不到手机上去, 那是我们在项目实战的时候, 在最后我会告诉大家用什么方法, 可以把这些东西打成APP的包, 就是APK的包, 然后放到手机上面安装。 最后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面访问我们的项目文件和代码。 好,感谢收看本次教程,谢谢。 谢谢。